正值下半时段 马路上车潮相当多 一名富人却跌倒在马路中央 摩托车也横倒在路边 疑似和车辆发生擦撞 后方行经的车子纷纷放慢速度 而富人缓缓爬了起来 想将机车移到路边 车子才刚迁起没多久 整台车又失控暴冲 差点撞上经过的轿车 事发在9号傍晚6点多 新北市明星街上 富人遭撞后 想将机车迁起 却没有先将车子给熄火 导致机车突然暴冲 还好没有撞上路人或是骑士 线上还身 索性后来有名状好心上前帮忙 协助富人移动车子 警方事后也赶到现场 要来厘清整起意外 以及肇事原因